歡迎來到電玩悲殺款第30期 哈囉,我是SKY 這幾天大家應該都在享受 F16的爽感 後面打個兩週目 然後隱藏武器拿一拿 準備結束 不過今天我們不是要來聊 最近幻想16這款遊戲 而是想跟大家聊聊 有關於SE社這陣子的近況 畢竟這家公司在過往 真的是爆炸聲頻傳嘛 不但一直出半成品的遊戲 還曾經誇下海口 說要用NFT這個項目 打出一片天 結果這個天 連打都還沒打 就已經先跟芭比倫一樣 社長就先下台一鞠躬 就連最近剛出的F16 後續評論 有人說神 有人說爛 到底這背後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研究過 所以今天就由我來跟大家聊聊 SE社這兩年的遠落史 來看待這次SE社大多數的遊戲 為什麼 有些玩起來像體驗版 有些沒幾天卻爆了 有些則是兩極化的評論 希望大家能夠在開始之前 如果你是新來的朋友 可以幫我點個讚 訂閱下去 小鈴鐺也不要忘記打開 這樣才不會錯過這個頻道的更新 那我們就趕緊來看看 這個禮拜有趣的新聞吧 Square Enix 史克威爾 艾尼克斯 這龍去年推出許多遊戲過後 就開始有不少的遊戲 直接崩掉了 我還記得去年SE社因為太多遊戲 害怕今年可能會發生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架 所以就先把一些遊戲給釋出 當初我以為他們是怕自己家的遊戲會撞年度遊戲 就沒想到他們是想要攪拌掉車尾的年度遊戲 先年印象讓大家比較深刻的開場 就先來個巴比倫的允諾 原本正常這種服務型的遊戲 應該會是很熱鬧的萬人上線之類的 帶來一起上線打怪聊天交朋友 就沒想到不到一個月 人數就只剩下了個位數 9月就上市了不少遊戲 神嶺編年史女神戰記 神嶺編年史是策略遊戲 也是以國戰為主 主打藍狐狸這個傭兵團 在中世紀的幻想大陸裡面 取得名聲爭奪一席之力 但是劇情太過單調了 有種上啊 打這裡 衝啊 打這邊 沒有什麼記憶點 戰鬥更是微妙 作為一款策略遊戲 卻沒有環境上的考量 那女神戰記老實說 應該還算是有強那麼一點點的遊戲吧 至少啦 她的PA數手把回饋 是真的做得很猛 震到我都有點受不了 不過內容依然是不如玉璽 過於單一 就連角色的獨立線 也都沒有做完全 只有語音還有文字上的搭配 動畫是全部都沒有做 時間一直到了今年的年初 他們宣傳已久的 鴨香寶魔衝之地 準備推出了 當時遊戲的宣傳方針有幾個重點 最漂亮的開放世界 前所未有的魔法戰鬥 再將現代化的跑酷玩法 說實在 這三個點 都有打中到我 玩起來確實比起前面的遊戲還要更好 但是最終結果 依然是評價炸裂 人與倫 對話尷尬 進程過於單調 開放世界 空洞 都是這款遊戲 當時得到的負面評價 不過SEC 依然是很負責的 即便遊戲做得很爛 評價不好 第遊戲還是有如期如時推出給大家 例如說 巴比倫與弱 即便只剩一人 還是又把更新給完成 不知道那一人玩起來有沒有像是在玩蛋機遊戲 還有魔咒之地的DLC 我們相信太塔 前幾天也是有更新一波 所以其實這樣子看下來 每款遊戲的後續 好像都會有一個共通點 多數不是雷聲大、雨點小 就是東拼一塊 稀臭一點 雖然我們不知道SEC當時內部是怎麼樣 但看得出來每款遊戲 似乎都好像是有經費不足的問題 這個問題點 其實大家也是有耳聞 我這邊就幫各位來回憶一下 不知道各位還沒記得說 前任CEO 松田楊佑還在任的時間點 在過年期間大肆宣傳 他們會把公司的指標朝向NFT 這個主要的重點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 最終把專門做古墓奇兵、駭客入侵 還有俠盜等知名遊戲的工作室 Crystal Dynamics A-Doge Montreal 一超便宜的3億美元 賣給了Imbracing Good這家公司 原本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用這麼便宜的價格賣出去呢 當初是覺得A-Doge Montreal 還有Crystal Dynamics 他們做出來的服務型遊戲 漫威復仇者聯盟 太爛沒賺錢 所以才會搞到這個節骨宴 當然這絕對會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各位可以看這張圖 前面因為追蹤幻想重置賣得超好 直接飆升到一個頂峰 結果漫威復仇者聯盟 直接把賺來的錢全部給虧光光了 從製作、宣傳、能力、後續營收等 短短5個月就虧損了60億日元左右 後來針對3億美元的公告 SE社則是說要投資NFT 所以才會搞出這個政策 可是現如今我們看到的NFT遊戲 好像也只有Symbio Genesis 4有在進行 它並不算是一款遊戲主打是以收藏為主 以獨特性角色在一片漂浮的幻想大陸 可不可以戰鬥、可不可以做什麼 現如今都不太確定 但是這裡面總共有1萬多名的角色 都是由SE社內部設計過後 然後提供給玩家購買 也因為角色都是獨一無二嘛 所以只要這裡人多 世界有獨特性 名聲上漲 甚至是人氣有因為什麼原因爆棚了 角色就有可能會因此漲價 但這個前提就是 這遊戲要夠紅啊 你沒紅的話 講這些也都完全是屁話 所以在這一連串爆發過後 魔咒之力的工作室 Numinas Productions 在今年2月就被宣布解散 整個併入到SE社裡面 根據每個人的職位 還有工作內容 分辨到不同的部門裡面 還有宣布這些政策的CEO 松田楊佑 也跟著這則消息 拋出自己離職的震撼彈 這個辭職雖然是沒有特別講原因 但有不少媒體根據內部消息 都有提到說是因為NFT的關係 所以才會搞到離職 不過壞的方面 我們已經講完了 差不多可以來聊聊好的部分 其實說實在話 SE社在這兩年內 也是有推出不少的好玩遊戲 例如他們自家開發的 HD2D奇路旅人 一代在先前推出的表現算普通 中間推出了大陸的霸者 雖然特效沒有單機版這麼好 但還是有不少人去玩 最近還特別宣布了7月上行 會出一個返中版 那之後二代上市過後 我個人是非常推薦 可以買 故事不但做得超有機一點 角色互動也比一代進步太多太多了 那現在還是有在特價啦 喜歡像素回合制的 真的很推 當然還有這段幻想14 這頭金魔機 以及F16等遊戲 都是近幾年來推出 評價也是有不錯的表現 不過其實講到F16要特別講一下 這款遊戲大家都知道 現如今就是處在兩極化的說法 有些人覺得劇情很神 戰鬥好看 召喚獸大戰 更是優秀 也是有人覺得劇情普通 跑來跑去 戰鬥受感 甚至爛到一個不行 不過最多玩家提到的 是這段幻想系列 一貫有的養成要素 這些全部都沒有 讓老玩家非常的失望 可是其實比照我們剛剛這樣子看下來 F16看起來也是很像是把一小部分給放棄了 所以才會導致有兩極化的說法 把全部的資源都放在了戰鬥 還有召喚獸跟劇情上面 放棄一貫有的養成要素 或是養成太過衝突 做不出來 都有可能 當然第二種 我是覺得可能性比較低一點 比較有可能是時間或資金上的問題 我會有這樣的說法 也是因為這陣子 S14的新舊社長交接已經結束了 從前幾年松田洋藥上位過後 就開始推出不少的手機遊戲 半成品遊戲 搞到大家最後也不太喜歡S11社 那你曾經很喜歡S11社的玩家 漸漸把這家公司封鎖的黑名單 不然就是除了最終幻想 勇者鬥惡龍 那他到底還剩下了什麼 所以就在社長交接過後 先任社長同身龍師 馬上就下第一個決策 他認為現如今S11社內部的狀況 最大的問題就是資源太過於分散了 每個部門都是東一塊、西一塊的 不是人太少就是資金不足 再加上頭決策也不夠充分 常常會有人員不知道自己 要做什麼事情等問題 所以其中一個整合的項目 就是當初Luminas Petitions 避入Square Enix的主要原因 所以這最大的變動 前後兩位社長其實都有特別討論過 同身龍師跟松田瑤優的關係 是非常的好 在有一次的發表會 松田瑤優還有特別誇讚的 同身龍師 說他在2020年入社過後 擔任輔佐社長的職位 有相當大的貢獻 希望未來可以在S一社裡面有更多更棒的決策 再加上這次交接社長的時候 松田瑤優也有特別提到說 他自己在S一社任職的幾年裡面 認為這家公司必須要做一個相當大的改變 要把管理層進行重整 才可以把S一社的病因給鏟除 不過說是這樣說啦 未來會怎麼樣 其實我們也不太清楚 近階段對於這位新社長 也是有不少的負面形象 例如有不少的媒體有提到 這所謂的NFT還有一些手遊相關的政策 都是出自於同身龍師之手 正面一點就是前兩個月 《最論環獎十四》的發表會裡面 同身龍師就有提到他對F14的熱愛 像當初他看到F14跟Fender 有特別聯名一把電吉他 看到很喜歡 馬上就想賣 幾點還開玩笑講說 再怎麼說也是下任社長 怎麼不直接脫我幫他留一支 自己去得找各種管道 才把吉他給買下來 所以再怎樣 大家應該都希望這波重組 能夠為SZ社帶來一個全新的開始 好,本週的新聞就介紹到這邊 這時候來到本節目 各位最期待的抽獎環節 我們節目電完美下快 每週末都會出給大家看 有時候會是6,有時候會是日 多數是整理這週的熱門遊戲 看看他們的評價如何 有沒有什麼問題 遊戲新聞這週有什麼有趣的 PS Plus有沒有更新 這檔節目都會統整給大家一次知道 不管如何 只要把整部影片看完 針對影片留下任何想法 就有機會抽到一張PS Plus的月卡 所以講到這裡 先來開獎本週的得獎者 將將 恭喜你得到上週的PS Plus的月卡 借進到我致電的現象 好讓我知道是你喔 那我們就趕緊來看看 這週的熱門遊戲 有哪幾款是我們值得注意的 王國80年代 這款主打是以塔房為主的橫走遊戲 我們這遊戲裡面 是一名輔導員 是來管理參加夏令營的童子軍 核心是你要在小鎮上面跟其他的小朋友騎著腳踏車 蓋各式各樣不同的建築 培養不同的職業 藉此保護城鎮 然後守護家園 新一段我們看評價有800多篇的極度好評 不過有不少內容都一針見血 老玩家認為遊戲比你前幾作還單一 好玩要素也幾乎都被拔了 直接少了玩法少了 就有點守城也只要一個角色 推著垃圾車在前面擋 爆掉之後就沒什麼作用了 沒有跟其他相似的遊戲一樣可以直接正面對決的橋段 再加上遊戲章節太少 只要花大約3小時就可以把遊戲給結束 變成大多數玩家不推薦的主要原因 幽靈偵探 這款是在很早很早之前推入在NDS上面的搶作 難如假如因為一次的意外變成了靈體 可以附著在各種不同的物體上面 你的一個小動作都有可能會拯救你的夥伴或是幫助其他人 遊戲的難度會循序漸進式的慢慢攀升 很多人因為前面太簡單 後面就不玩了 讓其他玩家覺得有點可惜 不過這款遊戲的限制段評價數不是很多 可能價格落在接近1000有點小貴 不然應該會是蠻多人推薦的一款遊戲 其實我對S12這家公司 從小到現在長大 我一直都對他有很棒的憧憬 這種感覺就讓我想到暴雪 小時候只要暴雪出品我就一定會玩 我對S12也是差不多的感覺 因為他以前出過太多經典的搶作了 最終幻想、超時空之藥、聖劍傳說、抑鬱傳說 武藏傳、勇者鬥惡龍等 這些全部都是以前的經典 如果公司都沒有要做這些遊戲的話 難免會覺得有點可惜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新上籍的社長有沒有信心 還是你覺得S12應該不會有太多的改變 都可以留言來跟大家分享 感謝你把影片看到最後 離開前不要忘記幫我點個讚 分享出去 或許身邊的朋友也很想知道S12的新聞 這部影片完全就可以分享給他 我是SKY,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 Commander